这也就是只有在青藏高原上 才能看到的独特的风景 跟着我一起走遍西藏 大家好 我是格浩 我现在还在西藏错纳县的曲卓木乡 今天是我们在这里待的最后一天 曲卓木乡这个地方 气候是真的很寒冷 今天就来探访位于西藏曲卓木乡 世界上规模最大 海拔最高 同样也是年代最古老的古沙基林 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一片森林 沙基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种落叶的灌木 因为具有耐寒 耐旱 以及抗风沙的特性 所以在咱们国家的西北地区 有着广泛的分布 包括新疆 内蒙古 甘肃和宁夏这四个省份 都是经常能够看到的 但是在西藏这种树种 还是比较罕见 据我所知 除了这个曲卓木乡 有这些沙基林以外 西藏的其他地方 恐怕还真找不着 这规模这么大的沙基树林 那么为什么在曲卓木乡 这个海拔四千两百多米的高寒的地方 会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古沙基林呢 这个地方的沙基 又跟咱们内地的沙基 有着哪些区别呢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走进 这一片规模庞大的曲卓木乡古沙基林 这片古沙基林啊 确实是长得千姿百态 形状各异 跟咱们内地见到的 那一小丛一小丛的沙基 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 这边的沙基 因为历史非常的悠久 至少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可以追溯到西藏的头豹王朝时期 所以咱们能够看到 它有一些古树非常的粗壮 最高能够高15米 树干最粗能够达到4.5米 需要四五个人才能够核爆 而且咱们跨过这条小河沟 到这边来看一看 这么多的沙基 每一棵每一株长得都不一样 有一些树干是笔直粗壮直插云天 有一些则是弯弯曲曲 有那种囚禁有力的老树的枝干 斜着往上生长的 背后是蓝天和白云 远处有枯黄色的土山 脚底是这种绿色的草坪 远景前景中景近景都具备了不同的特色 这也就是只有在青藏高原上才能看到的独特的风景 这个地方的意境非常适合学国画的学生来这里搞写生 看它这些树干就很像国画里边画的那种松树的树干 都是老树囚禁很有沧桑的感觉 那么这片取着木乡的古沙基林到底规模有多大呢 恐怕大家都想象不到 从这里往那边看是一眼都望不到头 光在取着木乡政府附近 这一片的古沙基林就有800多亩 在整个取着木乡的河谷地带 生长有2000多亩的古代沙基林 那么这些沙基到底是人工种植出来的 还是单纯因为自然形成的呢 我们翻遍了西藏的史书都没有找到相关的记载 但是有一点比较奇特 就是尽管有2000多亩这么庞大的面积 但是这些沙基全部都是一个品种 就是野生的柳叶沙基 咱们从野生这两个字就能够听出来 还是把它判断成自然生长形成的沙基林 那么这片沙基林的历史到底有多么悠久呢 在2008年10月份取着木乡下了一场十年难遇的暴雪 就压塌了这片沙基林里面的两棵老树 当地的工作人员就锯掉了一棵树的树干 然后发现里面的年轮至少有1200层 就代表着这棵树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 而类似于这种的古树 在这片沙基林里面还非常常见 沙基这种树的历史到底有多长呢 恐怕大家也想象不到 它已经有整整两亿年的历史了 可以追溯到侏罗纪时期 它跟恐龙是同时代的生物 恐怕在侏罗纪和白俄纪时期 有不少恐龙就喜欢吃沙基树的树叶 而到了白俄纪末期 也就是6500万年前 大家一个很熟悉的词儿 爆发了一次物种大灭绝 整个地球上90%的生物都灭绝了 包括恐龙在内 但是沙基树依然顽强的存活了下来 恐怕等到哪天人类灭亡了 在这地球上沙基还会一直生存下去 这片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古沙基林 现在变成了放牛的场所 就是因为沙基具有非常丰富的药用价值 花 根 精 叶 果 均可入药 其中这种沙基叶是胃牲口的绝佳的饲料 所以当地村民们就把牛放进来 小牛们就自然地在这里啃食沙基树的树叶 所以我想取桌木乡本地的牛肯定都非常的健康 因为它们摄入的是其他西藏地方的牛 吃不到的珍贵的饲料 沙基树一般是在夏天开花 秋天也就是9月份结果 沙基果是可以榨成汁的 格浩就很喜欢喝宁夏那边产的沙基汁 本地的村民因为对这片树林是充满了敬畏 所以他们也不吃树上结的果实 就任由它们自由掉落在了地里 全都被牛给吃了 那么这种沙基果呢 富含人体以及牲畜所需要的多种的有机酸 以及各种维生素就被誉为是维生素C之王 看这树少说也有200年的历史了 它的这个树皮啊都非常的松软 一抠都能抠掉一点 大家肯定会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这片庞大的古沙基林 能够经历一千多年的历史 依然完整的保存下来 主要就是因为曲折木乡当地的村民 非常敬畏这片树林 而他们对这个古沙基树的称呼叫做拉兴 藏语里面的意思是神魂树 这就起源于西藏的原始宗教本教 本教就认为万物有灵 山上有山神 湖里面有水神 湖神 那么这个树林里面也有树神 每一棵树里面就藏有一个人的魂魄 所以是不能轻易乱砍乱罚的 砍一住就相当于是杀生 然后同时因为曲折木乡这片古沙基林 在全西藏都是非常罕见的 所以说到了清朝时期 旧西藏的嘎夏政府啊 就专门派了一位护林员 来这里管理这片沙基林 周围建起了围墙 就是不让老百姓进来 只允许贵族和官员们 过林卡的时候 放他们进来来这里耍霸子 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一直保存到今天的原因 那么有关这片曲折木乡的古沙基林 咱们今天就讲到这 感谢观看 请各位点赞收藏加关注 我是商人各号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收藏